我们来讨论一下这17.5的练习题了 AB两地呢在同一个金线上 然后呢他的这个金 他下面给的这些系卡呢 都是他的维度差 然后呢他要你找A跟B的这个距离 以海里来表示 所以呢这个度数维度差呢 我们直接乘以60就可以了 所以你的第一题 所以这个答案呢是39 39度乘以60我们就得到2340海里 80度30分怎么做呢 你的80度就乘以60 然后因为这个已经是分了 然后呢再加上30就可以了 80乘60再加30得到4830海里 过后呢这个64度20分呢 也是一样64乘以60再加上这个20 就会得到38460海里 就是这样子 那加AD跟ED在同一个金线上 两地的距离 他给两地距离要你找那个维度 所以呢你就用700除以60 把它换成度分秒 你就会得到11度40分 318除以60 按计算机换度分秒 得到5度18分 34650除以60 按计算机换度数 你就会得到57度30分 就这么简单 然后呢下列两地呢 沿着同一个金线的距离 你会看到他的金度都一样的 所以主要我们看维度差 33-21再乘以60就得到720海里的 这个呢两个都是N 你用38-19再乘以60就得到1140海里 这个 这个是0度 所以是34乘以60 再乘以60再乘以45就会是2085海里 这个也是一样 看到这里都是一样的 都一定一样 那两个N你就用减法 你用大减小 43度减 43度30分减去这个18度15分 你算到应该是不懂多少度多少分 15分 然后呢这个度数 这个汉领呢 他是用度数减度数 刚好是分减分又等于15 所以这个度数减度数的之后 再乘以60再加上这个15 就会得到1511海里 法院也对 如果是N跟S的话 你记得要加 这边应该算算错了 所以你要加起来 34加30等于60 就可以进位 就会得到25加15 234 总共是40 40乘60 这因为他是加法的关系 加法的关系 30 30又要进位 所以他其实是24.5加15.5的意思 所以总共是等于40乘60 等于6424 2400 OK终于找到一题错了 所以要注意 N跟S的话呢 你要相加 两个都是N 或者两个都是S 就要用大减小 OK X和Y两地 在同一个经线上 两地相距400海里 请问这两地的 维度差 直接用400 除以60再按回那个度分秒 他就会给你这个6度40分 就这样简单 OK P跟Q在同一个经线 两个距离公里 记得吗 这个算是陷阱 所以你除以60的之后呢 还要除以这个1.853 OK 然后呢 才会找到的 所以60除以60 600除以60得到10 所以你的10还要再除以这个1.853 好 你换度分秒 换度分秒 他会得到超过30就要进位 所以是5度24分 5度24分 OK 又中了一个陷阱 练习里 是有公里就要换 这个要注意 像这里答案有公里 课程里面会有的 考试不用担心 考试只是考来的 甲城跟乙城在同一个经线上 甲城的纬度是北纬2度15分 乙城的纬度是北纬6度 那他们的距离怎么算 一公里 表示 这个也要注意 所以我们先算 纬度差 6度-2度15分 得到3度45分 然后呢 3乘60再加45 得到225海里 225海里 要乘以1.853 就会得到416.925公里 他是进位变成93了 这差不多了 OK 那第八题 第七题 一个飞机由 某机场A 往正北飞到1000公里 公里记得吗 你看要不要注意了 1000公里的这个B 请问他的经纬度是多少 所以你要注意了 1000 你要除以1.853 再除以这个60 然后呢再换度分秒 这个又可以进位差不多9度 差不多9度 所以如果他是往正北的话 15度加9度呢 你就会得到24度 所以B点应该是24度 115 这个是造超而已 这边一定是造超的 不是一定 就是我们目前为止是造超的 第八题 你一个飞机由某机场P 往正南飞到Q 所以1500也是公里要注意 所以1500除以60再除以1.853 得到13度30分 然后呢 因为这个只有5度嘛 就往下穿过去变N了 那我们用大减小 你也是用13度30分 减去5 得到8度30分 这个就会是S了 所以这个Q 是在8度30分 S 100度1 是造超 OK A是在18度30分 S 沿津线去北极 北极是90度N 一个N一个S 我们就要加起来 加到108度 30分 所以108乘60再加30 你就会得到 多少 这好像不对 我看一下 108乘60加30 6510 有的时候会算到8510去 这是6510 还0 OK 应该是按计算机 按错 西地两地相距700海里 这是海里 西地在正 西位于低的正南 西位于低 所以低在北 西在南 这个有时候 那个文法 好像你自己要搞清楚 西位于低的正南方 西是北纬35度30分 我们先从这个700海里 除以60 我们算到这个纬度差 11度40分 因为 C是35度30分 D在更加北方 所以还要再加这个11度40分 对吗 所以要用加法 加起来 47度10分 所以D的纬度是47度10分 OK 一个飞机 一个飞机由P60度N60度E起飞 沿着大圈进北极 绕到去 绕到去Q的时候 这个要注意 这个的条件 进北极绕过去对面 这个是他一定要是正对面 也就是说 这两个加起来要180 这个E这个叫West 对他的情形呢 我们一般上就这样子来画给大家看 这边是60度 这个是P 这边是50度 这个是Q 50度N 所以这个角度 我们要算的是这个角度 再乘以60 我们要这个角度怎样 1008减60减50 6050是110 1008减110得到70度 所以这一题是70乘60而已 7642 4200海底 OK 要画这个图 不然的话你搞不清楚 为怎样去算 对 这题是 这题也经常出 这题也是经常会出现的提醒 OK 第43题 一个海 一个一艘船 由海港口P 往正北航行 到另外一个港口Q 这个1601是一样的 那纬度差来讲呢 是50加30 对吧 50加30 那50加30是等于80 80乘60等于4800海底 所以我们算到它的距离了 现在航行用10天 10天我要算速度的话 我们用距离除以时间 这个时间必须要是小时 10天 一天是24小时 24乘10 240 所以480除以240得到20 所以这个是20海底和小时 这个是船的速度 所以是会很慢的 第43题 以至PQ的南尾 PQ为南尾35度 尾线圈的直径 直径 直径的意思就是两对面的意思吧 所以它是而且你看它飞是经过南极 所以这一个是35度南尾 这个也是35度南尾飞到去对面 所以这里75 35加35等于70 所以这题也是刚刚才那天一样 110乘60 6600海底 6600海底 所以它用了13分13小时40分钟 那这个怎样算呢 我们用距离吗 6600除以这个时间 我叫你这样按13度40分 这样子来按 它就会告诉你 速度 482.93 482.93 台里和小时 主要这一边因为你的距离算错 820 你除以820 你除以820是4分钟了吧 你除以分钟 等下你又要换成小时 因为这个是小时 所以你可以看到的 我们用这样子的按计算机的方法 可以直接处理 我们不用去换算什么东西 这一场基本上是按计算机的一个技巧